日前有網友分享 他想利用轎車平台 从信义区搭车 上了车一路坐到新庄区 但他没有注意后来才发现 被收了四千五百多元 网友po出照片引起热烈讨论 民众纷纷留言 半夜同样从信义区到新庄 才六百元 还有人说信义区坐到桃园青铺 晚上尖峰也才一千六百多 宜兰交系一千四百元 说四千块都可以坐到台中头了 怎么可能 一千块也不得七八百块 就已经买过 坐回淡水大概一千块左右 就注意一下是多少钱 因为他现在有分很多种 就一般的尊荣的啊 或者是计程车的 尤其是如果行程蛮长的 或是你可能从来没有坐过那个点 可能要还是要跟司机确认一下 民众都不敢相信 就有网友质疑 会不会是坐跳票的 司机手动输入金额时 按错了 才会从四百五十八元 变成四千五百八十五元 差了十倍之多 他也会跳通知出来说 你这趟坐了多少钱啊 信用卡也会跳通知说 你被扣了多少钱 计程车的跳票金额 如果是四千多块 基本上可以从台北做到彰化 司机最后在输入金额的时候 多输入了一个零 所以变成原本应该四百多块 变成是四千多块 实际询问轿车平台 比对这张电子明信有些奇怪 正常版和网友版界面 最下面少了款项一栏 没有显示信用卡和刷卡金额 因此业者希望这位网友 针对车资上有问题 跟客服联系以便处理 民事新闻杨思敏林大为台北报道